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就像大家所看到了 我们这里呢是有两个牙科病人 一个呢是我们的牙筑牙先生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筑牙猴子 是来自于我们分别的一个赔乐多的play dough的一个采泥套装 和我们的一个play go 我们的另外一款黏土牙衣这么一个玩具组 我们今天呢是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的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两款儿童采泥套装的这个玩具呢 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各有各样的好处 还是各有各样的一个短处呢 首先呢我们是要来比较一下我们这个两个牙医套装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play dough 我们的祝牙乐多祝牙医生玩具组 对于我们的这个另外一款play go 而猴子医生呢 它两边的这个病人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我们的人类 另外呢是我们的猴子 然后它还有非常多的工具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去给它用镊子 把我们的这个大金牙给它从我们的口腔当中给它拔出来 哦哦哦 第一个我们的黄色的牙齿呢是被我们拔出来了 我们先把这个黄色的牙齿呢给它放到旁边 这里又有一个大黄牙大金牙我们又把它拔下来 因为这个牙齿不是特别的好看 我们要给它重新制作它的牙齿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先拔下来 可以看到我们牙齿呢是有一些是不是特别好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钻牙器 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钻牙器呢把它的柱牙的一个部分呢 把它钻开然后再给它进行一个补牙 我们这里还有陪乐多的这个附带的彩泥黏土呢 是有五罐非常多的一个颜色 在这里白色黑色黄色橘黄色和灰色 我们这里来做一个牙齿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是有一个专门做牙齿的工具 可以在这个工具里面呢 做出我们牙齿的这么一个模型 稍微先行的按压 这里有一颗牙齿 特别大的一个牙齿 我们要把它放在大门牙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在我们的柱牙心上这个牙衣套装呢 有非常多的牙齿的模具 有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自己去制作这个牙齿 比如说像这里有个小小的牙齿 你可以把它两边呢就把它制作成两半 然后把它合在一起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里有两个牙齿 这个盖的这类的这个模型呢 是更加的方便一些 我们现在呢先把我们柱牙先生的牙齿呢 我们都给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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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这个模具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猴子医生 就是我们要做了对比的一个模具 我们现在可以过来跟它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它这个牙齿的模具呢 做一个我们的牙齿出来 这就是我们一颗小牙齿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旁边 相对来说呢虽然是可以给它放进去 但是感觉的是非常的小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我们的黏土进去 又掉下来了 我们的门牙自己都会掉下来 现在我们把它先放到旁边 然后呢拿出我们的陪乐多黏土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再做一些小孩的加工 可以看到我们的镜头放近一点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牙齿呢 相对于陪乐多的这个牙齿模具 我们的PLAYGO猴子医生牙齿模具做出来的牙齿呢 就会小很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还可以吧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电钻 牙齿电钻钻 我们要来钻哪颗牙齿呢 你们来说说我们来钻哪颗牙齿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下牙床吧 我们来试一下这颗牙齿怎么样 好 现在呢我们等会儿就会给你 添加进我们补牙的一个 补牙的这个材料进去 所以不用不用担心 我们这里是给它钻了四个牙小鱼 牙齿上的小洞 现在我们拿出我们另外一款补牙的彩泥 这里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偏银色的黏土 现在我们是要给它进行一个补牙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补牙 感觉呢还不错 做得非常的顺利 我们今天呢 那也可以加入我们红色 大红色的补牙材料 我们下期卖 好了 现在我们的猪药先生呢 就已经被我们治好了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我们的猴子 我们的猴子这边有个猴子医生 这个套装 我们先把它移到旁边 然后请到了我们的猴子病人 现在猴子病人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还可以就是牙齿少了一点 可以看到我们的猴子病人呢 是有非常多的 彩色的黏土做出来的牙齿 哦还掉了一颗 或者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向 等会儿或者我们直接 再给它重新做一个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首先应该做的 就是先跟我们的猴子病人呢 再给它多做几个牙齿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哦我忘了 我们之前呢是已经做了几颗牙齿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牙齿呢 给它放进去 这两颗牙齿呢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刚刚做的 培乐多的猪牙先生的做好的这个牙齿 所以也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给它放上去 当成它的牙齿应该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现在呢我们开始咯 我们再给它做上几颗牙齿 我们给猴子做牙齿的时候呢 是做了各种各样颜色的 这个彩色的一个牙齿 为了做得更加的丰富 种类丰富一些 所以我们选用了黑色 的牙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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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